那接著再來講水的部份 水第一個最重要再來就是水箱水 講到水箱水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水箱因為它的溫度非常的高 尤其是當你今天 如果說你今天是早上出門 還沒有發動引擎之前 你可以開這個主水箱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當你已經發動引擎出門了 你發現為什麼我的溫度過高 你要去檢查你的水箱水的時候 千萬記得不要去開主水箱 通常上面都會有景欲 那一樣附水箱上面都會有刻度 上面一樣有一個刻度的上限和下限 基本上附水箱的部分 大概一個禮拜尋一次就OK了 它不需要每天去尋 那接著第二個就是電瓶水 目前大部分的電瓶 尤其比較新的電瓶 都是免加水式的 不過它會在電瓶的上方 這邊會有一個小小的圓形視窗 那在視窗旁邊它會有一些圖形 告訴你目前在視窗內 你看到的一個符號或者是顏色 可以檢測出這個電瓶到底健不健康 第三個就是雨刷水 雨刷水的話比較沒有 攸關到一個行車主要的安全 不過通常在下雨的時候 它還是有一點點影響 那雨刷水的部分 它就比較沒有像一般的 譬如說水箱水 煞車油它有一個刻度的顯示 你通常用肉眼來判斷 它的水箱容量夠不夠 如果不夠的話就進行一些添加 輪胎的檢測基本上分為兩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胎壓 第二個就是胎紋 胎壓的部分呢 我相信大部分應該也很清楚 就是你的車的胎壓大概要打多少 如果你不清楚的話 其實可以回原廠 問原廠計時 通常會給你一個建議值 因為每一台車不管是SUV 房車中型大型小型車 甚至包括前區後區市區 它的胎壓的設定其實都不一樣 那有一個比較正常值 就是在28到32PSI 這個範圍呢 是大概可以是用八成以上的市售車 都可以用這樣的設定 不過像譬如說你是大漆的車主 大漆就比較特別 它是後面要多於前面 通常來講的話 輪胎的胎壓是前輪要多於後輪 為什麼 因為引擎在前面 所以前輪多於後輪 不過這只限於大部分的前置引擎 前輪傳動或是四輪傳動的車款 第二項就是在輪胎胎面的一些檢測 如果你有時間回原廠 甚至到輪胎店來做一些檢測是最安全的 如果說你要上路 譬如說你要做一個長程的駕駛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自己做檢測 你去汽車百貨店去買一些 類似像這種 丈量輪胎一個溝槽深度的一個比 一個檢測一個丈量比 去檢測你的輪胎 就是胎紋 大概還有多厚的一個輪胎可以使用 至於在胎壁的部分 你還是可以檢查一下 譬如說你的輪胎有沒有四單邊 或是在輪胎上面 假設有些小石頭 最好還是把它勾掉 不要讓它附著在輪胎上面 其實它對於抓地力 還是多多少少有一點點的影響 如果說你不想花這個錢 去買這個檢測的一個丈量池 你還是可以透過輪胎 大部分99.9%的輪胎 在胎壁上都會有一個三角形的符號 這個三角形符號代表就是它的安全線 如果說你的輪胎已經磨到 讓這個三角形最上面那個尖頭不見 你要趕快去換輪胎 第二個就是在胎面上 胎面上它也會有一些 警示的一個刻度一個線條 如果你發現你的輪胎已經磨到 已經磨到它的這個警示線的時候 基本上你也最好是去更換一下輪胎 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那我們為大家介紹的一個就是 開車上路之前尤其是新手 你不曉得怎麼去檢測你的愛車 那我相信你在聽完今天家瑋的介紹之後呢 對於你的行車安全又會多一點保障 尤其是你開車上路呢 拋錨的機率會大幅的降低 那在節目的尾聲 我一樣有準備三份 這個是TOYOTA所提供 這是之前它提供多的 所以三個就是電子數位胎壓表 一個胎壓機 非常精美的一個胎壓機 那我們一樣出個簡單的小題目 就是家瑋今天介紹的一些 行車上路前的一些檢測 舉個幾項就可以了 那一樣在過世的官網來做回答 那我們會抽出三份 三位幸運的觀眾呢 抽出三位幸運的會員 會把這個胎壓表 好時間結束之後呢 寄到你的手上 OK那我們下次再見